非常感谢神 安息日早上可以跟我们弟兄姐妹 一同来从圣经上的道理来学习 最近小丽看一本书 觉得还蛮有趣的 这个是曾经在哈佛医学院的一个教授 现在在博客来教书 这个教授他说 假如说有一个秘方 可以让你延长你的生命 可以让你变聪明 让你变得更有魅力 让你身材苗条 不要一直猛吃 甚至让你不要得癌症 让你不要得老年失智 也不容易感冒 也不容易得什么A流 甚至可以减少你得心脏病 心肌梗塞 减少你糖尿病的这些风险 而且比较不会忧郁 不会紧张 你有没有兴趣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 都可能都非常有兴趣 因为我发现他说 这个秘方很简单 不是找医生 他说叫你要多睡觉 好好的睡个觉 你就可以得到这么多的健康 他说世界卫生组织 已经把睡眠不足 当作一个致癌的因素 就是你睡得不好 你会得癌症 他说这些举世有名的 像柴切尔夫人 像雷根总统 这些人都号称自己多勇多门 每天只睡四个小时就够了 结果这些人很早就 就开始忘记他周边人是谁了 变失智症 他就预测说 这个Worker的教授说 他预测 再来就是一个某个大国的总统 应该也差不多了 每天都号称自己睡很少 小弟比较有兴趣的 倒不是这个 因为不是讲梦与健康 今天也不是健康讲座 今天是我们的安息日 我们怎么从 圣经上的一个道理来学习 小弟比较有兴趣的是 他里面讲到一个 因为我们常常会碰到 很多人受到创伤 什么样的创伤呢 小时候不快乐 小时候爸爸妈妈不公平 所以让他觉得受到亏待 或者是他曾经在班上被霸凌 或甚至更严重的 他以后婚姻上面被欺负 被家暴 或甚至在职场上 被这样子集体的欺负 我们一般叫创伤 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人 他一辈子忘不了 他小时候的不快乐 他一辈子忘不了 他先生加助他的痛苦 有时候你知道吗 吃老子出拼 我们上次看一个 七十几岁 他说他太太以前都很好 都说很隐忍 隐忍 结果到七十岁以后 以前很隐忍 后来不隐忍了 每天给他摸 你知道吗 他想说他年轻的时候 亏欠他 他先生亏欠他 所以开始就想到 他先生对不起他 每天想到不高兴 就开始打他 他说想一想算了 也就因为以前 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太太 结果他就说 那没关系 他就让他打 可是打到有时候 实在是太受不了了 有时候也会回答 所以就变成 夫妻两个之间就有争执 我们常常会忘记 这样过去的一个创伤 那这本书的作者 我看了 他讲到一个部分 我倒蛮有兴趣 他说当你碰到这创伤 怎么样把那创伤 让他可以遗忘 甚至可以改变 就是回到梦里面去 也就是要多做梦 所以小弟就觉得很有趣 多做梦可以忘记过去的不快乐 过去受到创伤 甚至可以走出一个不一样的人生 那所以小弟想说 今天早上 我们就来想一想 生气上里面哪些人跟梦有关系 那我们来思考 从梦当中 我们可以学习到 我们怎么样去过 我们在属世的一个生活 那既然讲到梦 我想第一个要分享的就是 这个梦是跟那个镜子一样 梦如镜的一个人生 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的十三章 哥林多前书的十三章 我们看第十一节到十二节 十三章十一节到十二节 我做孩子的时候 话语像孩子 心思像孩子 意念像孩子 既成了人 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 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 模糊不清 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 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 到那时就全知道 如同主知道我一样 我们当然知道这是保罗写给 哥林多教会的一个书信 他提到说 当我们像孩子的时候 甚至刚开始认识主的时候 或甚至不认识主的时候 我们的心思意念就像小孩 为什么说梦像镜子一样 其实我们当每天 很多人可能每天都会照镜子 所以每天都认得自己看镜子 那我说梦为什么像镜子呢 其实镜子里面大家都看自己 今天哪边需要整理 哪边需要打扮 弄得更漂亮一点 所以镜子里面我们永远只看自己 就像我们在看相片一样 永远只看相片那么多人 第一个先找自己 看照得好不好看 那都看自己美不美 那一样 很多人他在梦里面都会想到 今天他自己该怎么做 他自己在里面发展什么 不快乐当然就跟着不快乐 整天就不快乐 除非他做到的是很好的梦 但是有些人甚至希望 他梦里面能够给他一些讯息 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 有一个王 其实他一直在做他国王的一个美梦 那他真的做王了 那到最后呢 他发现他的王位快不见了 那这个是谁呢 我们看撒木尔记下 撒木尔记下的十五章 十五章的二十四节 对不起我们看记上才对 撒木尔记上 十五章的二十四节 这里提到 扫罗对撒木尔说 我有罪了 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 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 和你的言语 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 同我回去 我好敬拜耶和华 撒木尔对扫罗说 我不同你回去 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 耶和华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 撒木尔转身要走 扫罗就扯住他外袍的衣襟 衣襟就失断了 撒木尔对他说 如今 如此 今日耶和华使 以色列国与你断绝 将这国 是与比你更好的人 以色列的大能者 必不至于说谎 也不至后悔 因为他违非 对不起 迥非是人 绝对不后悔 扫罗说 我有罪了 虽然如此 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 和以色列人面前 来抬举我 同我回去 我好敬拜 耶和华 你的神 这里提到 当扫罗王 他自己 以为当王很了不起 可是他做了一个 不该做的事情 他就自己献祭 这本来是祭司的事情 但是结果他却自己做了 他自己做了 其实这是不对的 那不对其实 我们看圣经上很多的人 他犯了错 其实犯错不打紧 其实犯错要知道 跟神来悔改 要诚心的悔改 但是我们看到这扫罗 其实他表面上说 他有罪 可是其实他 其实在乎的 不是神的态度 他在乎 也不是撒木尔来跟他讲 他在乎的是 他有没有面子 就像我们看镜子一样 今天这样不好看 一定要弄得 怎么样打扮才会好看 他觉得在百姓面前 在重招脑面前 这样实在是太丢脸了 所以他说 他一直拜托撒木尔 就说他今天拜托他 他可以的话 求撒木尔设他的罪 让他 他觉得跟着撒木尔走 那他这样 至少在百姓面前 他就有面子 一个人只重视 他自己的面子 而忘记了今天 在生命当中 重视自己的名分 但是却忘记 其实人 其实事实上 人拥有的 其实只有属世的这个名字 不管他的角色是什么 那我们可以看到最后 扫罗还是一意的孤行 在旧约里面 他到最后 在面临他生命当中 最重要的一个战役的时候 就是要跟非利斯人打仗 他害怕了 这时候我们看 一样撒木尔记上的28章 28章 我们看那个第四节到第七节 第四节 非利斯人聚集来到苏联安营 扫罗聚集以色列众人 在基利坡来安营 扫罗看见非利斯的军旅 就惧怕心中来发战 扫罗求问耶和华 耶和华却不借着梦 或者乌林 或者先知来回答他 扫罗就吩咐成仆说 当为我找一个娇鬼的妇人 我好去问他 承卜说 在尹多尔有一个娇鬼的妇人 当这个扫罗王 他面临生命当中 最重要的一个战役的时候 他忘记了他当初怎么当王 就是他带着以色列的百姓 能够打赢这非利斯人 你看凭着那时候 那时候神派撒木尔去告他的时候 他觉得他可以做 今天一样的场面 但是他却害怕 害怕其实不打紧 他更糟糕的是 犯了神 叫他们以色列百姓都不可以做的 就是去做娇鬼 因为神这时候连给他梦都不要了 有些人认为他自己是王 他自己是长有很大的权势 所以他今天想要做什么 都按照他自己想做的 没有的话那就自己造一个 所以很简单 那他自己去找 既然神不给他梦 他就去找娇鬼的 一样他也会希望从这个娇鬼那边知道 到底这个局势是怎么演变 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这个 我们人生面临这样子 好像这个梦 好像是镜子一样 我们在看到我们自己 到底是看到我们自己 还是看到我们的角色 还是看到我们在意的那个位置 那所以现在的社会 其实小丽觉得越来越 越来越严重 就是说我们从人们主义开始 人就开始重视自己的价值 开始重视自己很好 那包括所谓的 要讲求自己的权利 甚至讲究民众的权利 所以在国外 早就同性恋 早就合法了 那最近大家有注意的话 又有一个消息 这个大法官的 司法院的大法官会议 又宣布了一件事情 这叫通奸的除罪化 很多人一定 非常的高兴 因为这些人可能被告 所以他要赔很多的钱 那可是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的媒体写什么 我们台湾是越来越进步的国家了 我们现在跟欧美的国家都一样 我们同性恋是合法的 我们这个通奸罪 这本来就是 这个本来就是自己家里的事情 为什么要管这呢 那他当然不会管说 这跟民情有什么需要 当然更不会管 我们对我们信仰 什么样的冲击一样 所以这个叫做进步 在属世人认为这叫进步 可是我们会发现 这个事实上就是以自我为中心 我们常说这叫唯我时代 很多事情 我们希望照人的想法去做的时候 法令就会跟着这样的做 这样叫做进步 可是圣经上不是告诉我们 应该这样子的 圣经上有时候 会从某些人的例子来提醒我们 刚刚讲这个扫罗王 他想要梦 神都不给他梦 但是有一个人 神给他的两个梦 这两个梦 感觉是要提升他 那大家当然知道 就是约瑟 那前面我就不翻了 我怕时间不太够 我们当然知道 约瑟他开始17岁以前 他是雅各的 几乎是最小的儿子的第二个 第11个 是拉杰所生的 拉杰是雅各最疼爱的妻子 但是为了生他 其实求很久 前面的他的姐姐丽雅 都已经生了六个 他一个都生不出来 丽雅的婢女都生了两个 他还生不出来 后来拉杰说 那我的婢女可以生 再生了两个 他还是生不出来 所以总共前面已经十个 也就是约瑟前面有十个哥哥 最后这个拉杰真的 其实我们看创世纪就知道 神最后垂听了拉杰的祷告 他生了就是约瑟 其实约瑟的名字也很有趣 在我们台湾的习俗 叫做昭蒂 对不对 为什么 他原文意思叫做增天 拉杰取自己的小孩子名字 叫增天什么 因为他说一个不够 我前面有十个 那个丽雅跟这些婢女 总共十个 他怎么生 他说求神 再给他再顿多一点 所以叫做增天 有时候也是很讽刺 神最后给他那个 变阿弥的时候 他就死了 有时候我们人一直想要求 那当然我要讲的是 约瑟在十七岁前 因为雅各就很疼爱拉杰 所以拉杰生的小孩就特别的疼 其实特别疼 其实这叫做手足 手足不平等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做父母的 对小孩子要是不公平 小孩子有时候一辈子都记住 那个好的就会记住 会多疼 那个比较被忽视的弟弟 但是不好的 可能就永远就很气 那个比较照顾好的 结果很不凑巧 那个约瑟的十个哥哥就是非常气 因为这个雅各他特别疼这个约瑟 所以当然给他采医 给他采医 我们看创世纪就可以知道 这些哥哥更讨厌他 为什么只有他有 其他人没有 雅各又不是出不起 另外十件采医的一个钱 但是你看一个当父亲的不公平 那也没关系 但是神给这约瑟做了两个梦 那做了两个梦 当然大家可以看创世纪 有空你就一边一边看 小弟就不再翻 不再念给大家 这个约瑟他做的梦 我们小时候中学教育就知道 约瑟他做的梦是什么呢 他捆了盒子 结果站得起来 他的哥哥捆了就倒下去 就跟他等于是倒在他前面 所以这约瑟就很单纯 应该说是很白目 就直接跟他哥哥讲 他哥哥这时候应该是更气 气得要命 对不对 越发地恨他 神给人做梦 很奇怪 还给他两个 第二个做梦 这时候当然是梦见太阳 月亮还有十一个星星 都向他下拜 这时候连雅各都不高兴 其实雅各 他一生 我们知道他一生很丰富 经过了好多个阶段 但是他最后神给他取名叫以色列 我相信他应该知道 从神那边得到很多 他自己是 他不是长子 但是他却得到长子的名分 但是他一生颠沛流离 到最后安定的时候 这个约瑟居然说要向他 他跟他的十一个兄弟 都要向他下拜 约瑟就很生气了 那当然气完气归气 圣经上写说 雅各把这个话记在心里 因为雅各果然是 真的神有跟他同在 他知道约瑟讲的是什么 好 假如说你是约瑟 我不晓得你会怎么样想 哇 今天神让你做这两个梦 这两个梦 根本就是他人生黑白的开始 不是吗 我们可以想象 当这个约瑟 讲了这梦以后 他哥哥跟气得要死 甚至要杀他 所以当雅各拆约瑟到 去找他哥哥的时候 到世剑 世剑其实他们 他们很不光彩的一个地方 但在那边牧羊 牧羊 约瑟到世剑 声音上讲 从这个迦南地到世剑 要一百多公里 自己就去了 十七岁的男生 找不到 后来再多滩 再走了三十几公里 找到他的哥哥们 结果哥哥原来看见他说 那个做梦来了 拿这当借口 事实上怎么样 早就看他不顺眼了 这时候不是只有要打他 事实上想要把他杀死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 约瑟从那个时候 其实他的人生 应该就建入一个 没有名字的一个时代 为什么 因为他被丢在这坑里面 坑里面后来被卖掉 卖掉什么 卖给我们说 以食玛利的这种商人 也就是他变人口贩子 手下的一个奴隶 这奴隶不可能会有名字的 我们看我们在台湾的外拥 大部分都叫玛利亚 玛利亚很多不是他自己想选的 主人想要取什么名字 就取什么名字 玛利亚最好记 约瑟从那时候开始 已经不叫约瑟 他名字就是一个奴隶 我们在圣经上面看 觉得创世纪里面提的 感觉神都跟他同在 但是其实他压根就是一个奴隶 不只是奴隶 应该叫一个偷渡客 对不对 从迦南地到最后卖到埃及 人口贩子 然后把他卖到埃及去 对不对 好不容易他卖到一个 算是一个有钱人家 这是侍卫长 波提法的家里面 事实上他还是奴隶 我们可以看得到 为什么他还是奴隶 因为他虽然做得很好 然后波提法把所有事情 都交给他管 最后他主人的太太 诬陷他 这一段大家都知道 我们看圣经里面 他主人太太就会不是说 你那个约瑟 你那个仆人约瑟 没有 他说那个西婆来的奴隶 大家看原文就 西婆来的那个奴隶 他怎么样 他其实只是奴隶的头而已 仆人 等于是家仆的领班 好 那当然没办法 约瑟假如说 大家想 好 没办法就被关到监狱里面去 这下到监狱里面 就死刑犯的监狱 大家看 好像他不错 他还伺候这个善长 伺候这个什么 纠正 感觉不错 大家不想去过监狱 大家应该没去过 小弟有去过 我去那边看那些犯人生病 去看 里面你会发现 犯人还是有分等级的 犯人表现比较好 比较聪明的 就当领班的 知道吗 领班的就不用坐在那边蹲牢 就可以说 那个今天谁要看病 然后赶快来来来 然后就带队 然后就可以到有冷气的地方 因为看病的 医务所那边有冷气 他整天就可以在那边 为什么 那边吹冷气 其他地方没冷气 这个叫做带班的 但是他是不是奴隶 他是犯人 还是犯人 只是犯人的头 但是在那边 所以 实际上里面提到 这个约瑟 他从17岁以后开始 过得事实上 为了这两个梦 事实上 他就过着没有名字 奴隶的生活 过着囚犯的生活 这时候 好 这个久正跟善长 对 有做梦 假如是你 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想象 他会想 这时候已经十几年了 快十 他到30岁来当宰相 也就是你假如在监狱里面被关 哎呀 你会抱怨 当初为什么我做那两个梦 把我害得不够惨吗 居然又这两个人又做梦 这个善长跟久正又做梦 但是他帮他们结梦 结梦了后来怎么样 法老王在做梦 神给人做梦 很奇怪都两个 怕人忘记的样子 这个法老也是做两个梦 对 那这时候约瑟才帮他解梦 好 那又在解梦 所以从他30岁才当宰相 他当宰相那时候 他应该才知道 哎 神怎么样 神原来当时给他做的梦 现在已经成就了 好 那成就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从这个梦如尽的人生 我们应该学习是 要学习当一个没有自己 没有自己名字的一个人 神什么时候会给你名字 等神 圣经里面提到 约瑟到埃及 本来是一个偷渡客的身份 本来是一个囚犯的身份 他到最后成为一个宰相 好 那他很有意思 他取名字 这部分我们可以看 创世纪的41章 这时候他有名字 他的儿子也有名字 两个儿子都有名字 好 我们看创世纪的41章 好 五十节 41章五十节 荒年未到以前 安城的祭司 波提菲拉的女儿 亚西纳 给约瑟生了两个儿子 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 就是死之忘了的意思 因为他说 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 和我父的全家 好 我想我们先停到这里 这时候他的长子 取的名字是神让我忘记 忘记什么 忘记我过去受到创伤 忘记我过去在父亲里面 家里面受到的 这样的一个 所有的不愉快的事情 多么久 十三年的时间 其实当约瑟到埃及的时候 当他成为宰相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当中神没有跟他讲过 任何一句话 就只有这两个梦 很难 十三年的苦日子 其实说真的是很苦 当奴隶 当囚犯 那到最后 其实他这里提到 他到生第一个儿子的时候 他说神使我忘记 忘记 他当宰相怎么可能 不能回去迦南地 他不想回去 他为什么要回去 那个卖他的哥哥 想要杀死他的哥哥 对不对 我想那种创伤很难去 让他去面对 但是这里提到 他使他忘记 那其实我相信约瑟 他真的有 神让他从当中去明白 明白什么 其实这神给 神早就应许他们 以色列人 为什么要到埃及 我们可以看创世纪 创世纪的十五章 创世纪十五章 我们看十二节 十五章十二节 日头正落的时候 亚伯兰沉沉的睡了 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 落在他身上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你要的确知道 你的后裔 必寄居别人的地 又服侍那地的人 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 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 我要惩罚 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 从那里出来 这里是神让亚伯兰 就是亚伯拉罕做了梦 事实上做梦做什么 讲预言 讲他们未来 他的子孙要到埃及去 在那个地方怎么样 要受苦四百年 等到他们 当然圣经在出埃及记那边 他们出来的时候 大概圣经是记载四百三十年 他想 那是不是约瑟 让他们 约瑟没当宰相 可能以色列人在那边 就变成神分变了 不过历史上真的是这个样子 换了朝代 换了不同人的统治的时候 可能就局势都完全转变 所以约瑟他知道 今天 当他在受苦的日子的时候 其实他没有忘记神的应许 他一直的 虽然在苦 但是他还是这样的坚持 所以我们怎样去学习 我们怎样去学习在 我们人生 其实就像梦当中 我们一直在聚焦自己 受了多少亏损 我们受了多少伤害的时候 我们有曾经去想到说 今天神给你的功课是什么 神给你的应许是什么呢 来我们这一段 我们看雅各书的第一章 雅各书的第一章 我们看二十三节 一章二十三节 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 就像人对的镜子 看着自己本来的面目 看见走后 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 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 并且时常如此 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 乃是实在行出来 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这里提到 我们真的 我们常常听很多的道理 我们在过我们人生路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常常忘记 还是只是在乎说 我们今天受到什么样的损失 但是他提到说 我们行道其实应该就说 今天看那镜子当中的自己怎么样 神要你走什么样的路 而这里提到说 详细查看 也就是详细查看 神给我们这样的安排 到底是怎么样走 当我们愿意相信的时候 这里提到说 你能够做出来 你在所行的事上 就必然来得福 所以我们在一个 当我们这个梦如尽的人生当中 我们要学习没有自己 当起学习一个 当一个无名的一个角色 这样的心态 但是我们应该忘记 不要忘记的是 把神的道理 把神的应许放在心中 那第二个小弟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这个梦应该是如戏的一个人生 那有时候在梦里面 真的就像在演戏一样 我们会觉得 好像这个剧情很精彩 那我们先看 哥林多前书的第四章 哥林多前书第四章 我们看第九节 四章第九节 我想神把我们使徒 明明的列在末后 好像定死罪的囚犯 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 给世人和天使来观看 我们为基督的缘故 算是愚拙的 你们在基督里 道是聪明的 我们软弱 你们道强壮 你们有荣耀 我们道被藐视 这里提到 保罗提到 其实我们每个都是 神的所拣选的门徒 是神所拣选的使徒 我们都承担很重要的使命 我们应该是传递 这好消息的一个人 但是他这个提到 我们根本就像一个 定死罪的一个囚犯 这个不是事成相似吗 约瑟 他差点被处死 放在这个监狱里面 我们每个人事上 以后都面临要死亡 但是这里提到 我们是成了一台戏 给世人跟天使来观看的 也就是说 今天神给我们这样的人生 其实就像梦境一样 那我这里提到的就是说 很多人都认为 他可以主导 所有的一个场子 我觉得在演戏的时候 很多人都想演 最好的一个角色 最好就是 好像被人家尊重 高高在上 可是都认为自己 就是聚焦的重点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虽然整个局势的疫情 事实上都非常的不稳 小弟就想到诗篇 诗篇的第二篇那边 写到就 世上的君王起来 就开始争闹 君王都认为自己了不起 我们现在虽然没有君王 我们现在有总统 我们现在有首相 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有名的国家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念历史 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 什么中美英书法 这些世界的强国 感觉都很了不起 可是我发现说 这些越强的国家 好像在疫情上面都越凄惨 那这个罹患 这个确诊的人数 都是一个国家比一个国家高 死掉的死亡的人数 也是很多 都是排名很前面的 其实我们会发现说 人真的 真的实在不能够夸口 所以说神在天上 事实上在发酵 今天人真的没办法去左右 今天当神的旨意要运行 要命定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会看到 很多人都认为自己 媒体没有看到自己的时候 被抢摆面就很不高兴 一定要自己做很多的决定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其实我觉得真的像小孩子一样 但是他没有看到他的国民 可能死亡人数一直增加 一直增加 但是你会发现 这不是很像电影的情节吗 像那戏剧里面的情节吗 感觉我们看从疫情开始 最近你看在几个月的期间 在每个角落 有可能我们看到在机场 机场大家都小心翼翼的很怕 非常的害怕 在医院的急诊 在医院的家户病房 我们看到很多生理识别 有时候甚至连跟自己的家人 到最后一面都没办法 有时候我们像台湾回来的 一样被隔离 尤其那些生病 家人快过世的 其实几乎都快见不到 最后的一面 这样的场景 有时候其实是憧憬还蛮大的 小丽昨天上次祈祷会 我就想说 对呀我们人 我们大概台湾真的太安定了 所以我们都不会觉得很恐怖 可是你只要想一想 这个随时那种有生命的危险 你都不知道那危险在哪里 那昨天嘉宁的见证 我就觉得 哎呦 我在来教会的路上 我在想说 赞美诗里面有一首 那个苦海 凶涛 那个凶涌 对苦海红桃 波桃凶涌这样子 我想这一首是第几首 我想一想 我想好像是 我再翻翻翻 166 结果嘉宁昨天就见证她的一个恩典 从纽约回来 她 神让她提早 顺利的毕业 可以免受 现在在纽约那些人 这样的一个痛苦 我觉得那一个一个场景 我们人生事实上就像这样的一个场景一样 那我们在梦如系的人生里面 我们应该学习到的是什么呢 我们应该不要学习这些 生命当中 要自己做主 做王的这些人一样 在社会上 或在 在这个 我们看到很多人 他拥有权位 他觉得他可以自己做什么 可以主导所有的事情 可是今天我们不应该这样子 生性上里面 可以我们做最好的学习 我觉得还是约瑟 那我们再回到约瑟这个身上 我们看到约瑟 自从他17岁做那两个梦以后 感觉他人生没有比较好 神应许他 好像觉得他在 他的兄弟当中会被抬举 对 那他的父母都在来敬重他 可是事实上他是没有的 他怎么度过这13年的岁月 到他当宰相之前 其实我们可以从当中去学习 第一个 他不是 他学习一个 不是有自己的一个人 他当无名的角色 在他心中有主 那我们可以看得下 创世纪的40章 创世纪的40章 我们看第七节 我们从第六节来看起 40章第六节 到了早晨 约瑟进到他们那里 见他们有愁闷的样子 他便问法老的二臣 就是与他同囚在 他主人府里的说 你们今日为什么面带愁容呢 他们对他说 我们个人做了一个梦 没有人能够解 约瑟说 解梦不是出于神吗 请你们将梦来告诉我 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 约瑟他已经超脱了 神让他做那两个梦 他没有过好日子 他被出卖 对不对 他当囚犯 对不对 他当看见有人做了梦 但是他知道 人是不能解梦的 他知道解梦是出于神 他也相信神 让他做那两个梦 是有益的 所以他今天他知道 他做一个有主的一个人 不是他自己做主 是他心中有主 有神的人 那我们可以再看41章 41章 我们看15节 41章的15节 法老对约瑟说 我做了一个梦 没有人能解 我听人说 你听了梦就能解 约瑟回答法老说 这不在乎我 神必将平安的话 来回答法老 当这个九正想到 约瑟曾经帮他解梦 让他能够真的 重复这个官职的时候 他才想到说 原来这个西伯来的少年人 你看其实 他可能也不知道 约瑟叫什么名字 他果然是没有名字到家了 所以他说 那个西伯来的少年人 能够解梦 所以这时候他才提醒 这个跟法老报告说 今天这个人 可以解法老的梦 那我们看到 法老怎么跟约瑟说 他说我做了一个梦 没人能解 我听见人说 你听了梦就能解 很多人被 被在上位的一吹捧 哇 就了不起 我自己可以做什么 我自己可以做什么 但是这里提到 约瑟怎么回答说呢 这不在乎我 神必将平安的话 来回答法老 也就是说 他不管碰到 九正在监狱里面的 这两个官职的人 或甚至碰到 那时最有权势的法老 他说这不是在乎我 这是在乎神 他能够知道 来高举神 很多人自以为是 甚至 其实在社会上 很多这样的人 圣经里面讲到一个 这个做梦 其实非常的阿爸 有些人 其实真的是 非常的阿爸 是怎么样 他做了梦 结果他忘记 他做什么梦 但他偏偏偏叫人说 你告诉我 现在是什么梦 其实现在的科学 其实真的是可能 我们透过一些 好像现在的技术 可以知道 他的梦可以拼凑起来 可是在那时候 怎么可能呢 那在圣经里面记得 大家不知道记得是谁 这个人 其实我觉得还蛮坏的 我们看但一里书 但一里书的第二章 但一里书的第二章 第二章的第一节 二章第一节 尼布贾尼撒在位第二年 他做了梦 心里凡乱 不能睡觉 王吩咐人将术士 用法术的 行邪术的 和迦勒底人 招来 要他们将王的梦 来告诉王 他们就来站在王面前 王对他们说 我做了一个梦 心里凡乱 要知道这是什么梦 迦勒底人用亚兰的言语 对王说 愿王万岁 请将那梦告诉仆人 仆人就可以讲解 王回答家的底人说 梦我已经忘了 你们若不将梦 和梦的讲解 来告诉我 就必被淋辞 你们的房屋 必成为粪堆 你们若将梦 和梦的讲解 来告诉我 就必从我这里 来得赠品 和赏识 并大尊荣 现在你们要将 梦和梦的讲解 来告诉我 那他们第二次对王说 请王将梦 来告诉仆人 仆人就可以讲解 王回答说 我准知道你们是故意 延迟 因为你们知道 那梦我已经忘记了 你们若不将梦告诉我 只有一法 来带你们 因为你们预备了 谎言乱语 来向我说 要等候时事改变 现在你们要将梦告诉我 因为我知道 你们能将梦的讲解 来告诉我 我们可以看到 有些人真的非常不讲理 反正所有的事情 都是别人的错 那自己的做梦 自己忘记了 但是还要他这些素事 来讲出来 讲不出来 只有两个 可能要被砍头 还有你们家里 都被整个移平 事实上在社会上 很多这种人 反正错 永远都不是他的错 都是别人的错 所以动不动就 你要走路 可是这样对吗 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人心中没有神 心中只有王 就他自己是王 所以这里提到 尼布甲尼撒王 就是这样的人 但是神让他学到规矩 为什么 因为这个王做梦 忘记了 这些素事当然不知道 因为神让这些人 根本记不得 但是但以理他却知道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 我们看一样这一章好了 第二章 第二章 我们看二十七节 二章的二十七节 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 王所问的那奥秘事 则是用法术的 术士官造的 都不能告诉王 只有一位 在天上的神 能显明奥秘的事 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 来指示尼布甲尼撒王 你的梦 和你在床上 脑中的意象是这样子的 王啊 你在床上想到后来的那事 那显明奥秘事的主 把将来必有的事 来指示你 至于那奥秘的事 显明给我 并非因我的智慧 胜过一切活人 乃未死亡知道梦的讲解 和心理的思念 我们从这里又看到 另外一个有智慧的人 是但以理 但以理我们知道 他一心向神 其实在多大的一个患难当中 还是没有忘记神 你看他面对 尼布甲尼撒王 这样的蛮横 其实他 当初他第一个 叫他的同侪 我们可以从第二章前面讲 他叫他同侪 跟他一起祷告 而不是直接马上就说 我可以解冒 也就是说 当面临这样的一个逼迫的时候 他自己先来祈求天上的神 来施怜悯 把这个奥秘的事来告诉他 当他在面对这个王的时候 他也不是说 不是因为我 而是因为神 神让这些 司法所有的都不知道 但是今天神要让你知道 只是透过我来让你知道 所以当一个人能够知道 我们人生 可能真的就像这个戏当中 非常的紧凑 也许我们是戏 我们是担任主角 因为我们担任配角 但是其实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不要忘记了 你是在戏里面的一个角色 戏里面的导演是神 是这个掌权者 所以我们看希伯来书的第十章 希伯来书第十章 我们看三十二节 十章三十二节 你们要追念 往日蒙了光照以后 所忍受的大征战 的各样的苦难 一面被毁谤 遭患难 成了戏警 就叫众人来观看 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 好 主到这边 这里提到 我们在座几乎都已经都受洗了 我们都得到神的一个恩典 这里提到我们蒙了光照 那我们当在生命当中 可能有艰难困苦 就像这个约瑟 他苦了十三年 当他当宰相的时候 当他生了第一个儿子 他先说神使他忘记了 那当然第二个儿子 我们就不翻了 叫做以法连 以法连是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 怎么样 昌盛 当我们能够忘记 过去这些创伤的时候 当我们走过这样的创伤 让我们能够忘记 忘记了以后 怎么样能够昌盛呢 我们当然可以从创伤记里面 知道这个约瑟 他怎么样善待他的哥哥 这些当初对他来讲 是害他的 是要杀他的 但是他却说 今天神的意思原来是好的 神猜我到 怎么样 埃及地来是怎么样 为了成就今日的光景 为了要救他们全家族 家人的命 不只救他们家人 救他们整个家族 不只救他们家族 救了当时整个埃及地 这样的全部的人 所以当我们今天知道的时候 这里提到说 我们是成了戏警 你可能是跑龙套的 对不对 跑龙套的不重要 但是今天当我们能够 知道的时候 我们可以怎么样 让众人观看 我们一方面还可以怜悯 怜悯这些需要 怎么样 被帮助的人 小弟最近看一个 一个期刊 那讲到 最近当然很多人 家人过世 这是一个美国的作家 他在写说 他的太太 他的太太在去年 他去年 生一场不知道什么病 结果紧急要送医 他们住的地方 可能没办法 结果他是救护 不是 直升机 那个救护的直升机 送到他们的医院去 结果送了 他说 对 太太是送去了 结果没有救火 太太死了 其实有时候是很悲伤 在国外 有时候不像我们台湾的 健保 你其实说真的还蛮好的 他说他收到账单 差点昏倒 69900多块美金 他说 其力去争取 争取省了保险公司 给他8000块 还是6万多 只去了零头 他为了这个 整个就生活都变得很苦 还不包括医院 医院的治疗 在急诊所有的治疗 然后他就想 医疗保险公司 就打电话给他说 你这个月该缴钱 缴钱 他说 你这个月可以缴的话 缴350 你假如可以缴现金的话 350美金 你假如缴现金 可以再便宜一点 300块就可以了 然后 他就描述 我觉得那场景 有时候还蛮让人心酸 他就说 他想要他两个儿子都还小 那太太过世了 什么东西都没有 那在圣诞节的前一周 然后他就开车去那个公司 他说他拿出皮夹 他心里怎么样 英文写说 他收起他的悲伤 为什么 太太过世已经够痛苦了 因为他收起他的悲伤 要抽出 他身上唯一的皮夹 里面的300块现金 然后他拿去 然后给那个承办人 承办人就拿来就算一下 然后就顺便问说 你有没有小孩 他说有 他说有两个小孩 大家看他已经够可怜了 两个女生讲一讲 就把他交回去 就抽一张起来说 你拿回去帮小孩子买个东西吧 100块美金 那他就描述 在这样的保险制度下 他说整个 让他整个生活变得突然 陷入很大的一个困境 那我们 我觉得感谢神 我们台湾目前 其实没有遭遇到 什么样的困苦 但是不要忘记了 事实上在我们周遭 可能有很多角落的人 事实上是遭遇困苦的 那我们看到约瑟 他知道 今天他有这样的一个地位 他有这样的一个尊荣 其实不是他很厉害 他觉得是生命当中 是神的意思 所以他今天 他可以去体谅 他可以去饶恕 来伤害他的人 他的哥哥 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 我们今天怎么样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去学习神给我们 人生可能就像 我们在看我们的镜子 我们今天哪边 做得很好 做得不好 其实不重要 我们在梦境当中 好像这戏一样 我们这个很忙碌 非常的劳苦 就是像约瑟一样 他说神让他很劳苦 那个labor 但是圣经里面 诗篇107篇那边习道 神今天用劳苦怎么样 来磨练我们 好 来最后我们看 菲利比书的第三章 菲利比书 第三章 我们看20节 三章20节 21节 20节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 并且等候救主 就是主耶稣基督 从天上来降临 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 自己的大能 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 来改变形状 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 来相视 感谢神这提到 我们今天 其实我们不管在 属世的角色是什么 其实这跟在梦境一样 只要记得 时时刻刻不是只看自己 而是看今天神 给我们什么样的应许 神给我们安排 什么样的道路 但我们今天 什么样的角色也不重要 其实我们当跑龙套 当戏警也不重要 但这提到说 当这个梦境过去的时候 回到现实的时候 是在哪里 是在天上的国度 天上的国度 这时候怎么样 我们就跟主耶稣基督一样 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荣耀的身体 身心上里面 能够跟神面对面的 没有几个 摩西 亚伯兰也有 圣经告诉我们 主耶稣告诉我们说 亲心的人有福 当我们心可以很亲的时候 其实我们时时刻刻都可以见到主 尤其在主耶稣再来的那个时候 那所以我们希望 我们今天到底有没有梦想 你生命当中到底有没有梦想 那主耶稣其实有提醒我们 在马太福音那边 马太福音 我们最后看一下了 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 最后一节 二十八章的十八节 从十八节看起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 都是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来奉父子圣灵的名 就是耶稣基督的名 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藏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这里提到 我们要去使万民来做门徒 我们要去让万民 能够学习遵守主的教训 我们这样就可以跟主耶稣同在 到世界末了 我们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我们面对面 我们那时候不知道的 我们完全就知道了 那保罗在他后面书信写到 我们现在很多东西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现在那么苦 为什么不知道我们那么受煎熬 但当我们面对主的时候 面对面 我们就一切都知道了 感谢神 愿神祝福 我们今天早上的聚会 祝福每位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再来唱诗 这边 我 现在